这边灾情也不断传了出来 我们带您统一来看 其中例行产业道路因为贪邦的关系 周围有三个村七个部落 所以算下来大约是有3000位的居民交通受阻 相公所表示 已经提前准备了7到14天的占备粮跟矿泉水 一样安全无余 不过这个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 也造成了水里里乡一处部落出现了土石流 有大量的黄泥水从高处往部落地洼处进行冲刷 当时有民宅是拿着铁皮但根本挡不住 而其中最严重的是在信义乡的明德村 大量的土石流就不断的冲击 道路就变成了黄泥溪流 还夹带着大量的沙石 泥水全部都冲进到民宅里面了 当时县长许淑华想要去勘灾 要穿越过这个黄溪泥流的时候 他也差一点点就被冲倒 土石流冲进南投现印象的明德村 马路边黄河有滚滚黄泥水 还有被堆起来的沙石小山 现场许淑华到场勘灾 土石流黄水湍急 许淑华站不住快摔进水里 要两旁的人用力扶着才能往前走 许淑华从头到脚全都湿透 走到高处便利店的屋檐躲雨 他坐在墙边脱下雨鞋 大量黄泥水从鞋子里流出来 许淑华苦笑水倒掉穿好雨鞋继续勘灾 因为明德村被土石流摧残严重 居民无奈站门口一早搬来的木板 无法挡住黄泥水冲进他们家 淹到膝盖那么高 水里香这处部落大量土石流和泥水 从巷子的高处一路往下冲 遇到阶梯黄泥水像瀑布一样 冲进两旁住家 下游住家用铁皮挡都挡不住 任由这些泥水冲进家里 只能等雨势趋缓才能清理家园 南投山区好大雨不断 已经有不少的社区以及部落陆续都出现 摊坊还有土石流的情况 仁爱乡的庐山温泉区 就因为塔罗湾溪溪水暴涨 水面距离吊桥桥面剩一层楼高 大部分居民已经撤离 温泉区的商店街 原本有两三位店家留守 也被公所劝导离开 目前在比较高点的马赫坡 还有十多名居民留在当地 他们待的区域地势高 物资充裕目前没安全疑虑 而在三十多公里外的例行产业道路 因为道路多处摊坊 造成当地有三个村七个部落 约三千位居民交通受阻 百米还有我们的这个矿泉水 还有这个罐头还有泡面 可以足够致应七天到十四天 是没有问题的 乡长强调三千位居民 在部落都有的吃有的喝 处境安全也已经联系开口厂商 开大型机具 将产业道路上的落实摊坊移除 只要与世缓和就能抢通 华时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